变形诈骗不光光针对钱财造成一个损失 往往他还伴随着杀猪盘 杀猪盘是什么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杀猪盘的由来是诈骗团伙 他们自己把这个诈骗的手段称之为杀猪盘 就好比养猪一样 他是放长线 先养猪再诈骗 就是培养感情对不对 对 然后甚至就是那种你劝的他还说 我必须得找那个人 是的 你怎么这样对我 你要怎么着 对 这时候我就说个案例 就有一名女性受害人 她通过微信结识了一名男性 那个男性她的人设是 第一个人帅 第二个就是金融巨鳄 第三个每天对她驱寒问暖 又十分顾佳 那么难 第四个还要带她一起走向共同富裕 然后我们最后面她听着嫌疑人的话 把毕生的积蓄投了进去 就一去不复返了 找不着人了 然后这后面我们把嫌疑人抓到以后 这个当事人她表示 晚不晚会损失都不重要 她很关键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到底爱不爱我 对 就是这个 警察我能不能建议一下这个嫌疑人 你到底爱没爱过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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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诛心 真的是诸了心了这是啊 其实我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实际上我们组织办了一个 这个公安部挂牌都办了一些案件 当时我们是在全省范围之内 当时组织抓了将近三百多人 打了几十个团伙 这些钱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犯罪团伙 在这个过程中转移资金的一种这么一个行为 公安部根据我们这个专案发起了断卡行动 这个两卡银行卡和电话卡的这么一个行动 打响了这个全国弹卡行动的第一枪 断卡行动应该说它比较特殊 它是唯一一个辐射期限的一个行动 就是说要长期的这样做下去 主要是针对于这种黑灰产 因为所有电信诈骗案件只要发生 它无外乎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是要有支付方式 也就是我们说的银行卡 第二个就是要有这种通讯的手段 比如说你的手机卡 或者说你的微信号QQ号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从源头 开始把它给断绝掉 那么就从源头开始 我们就要对它的这个两卡 也就是银行卡和手机卡 进行严格的管控 现在有很多老百姓 因为不懂法 不知道危害 就把它出租 出借 出售 借给别人 那么犯罪行人 就把这些买过来的手机卡 银行卡 进行诈骗 对 前阵子就有过 就有南昌的四位大学生 被刑事拘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向犯罪分子 出借了自己的银行卡 就是我借你的银行卡 过一下流水 我过多少 我按千分之五来结算给你 还是为了占便宜 洗钱 洗钱 他还出城 当时他们就知道 这钱可能不干净 但是他也不问 他就觉得 反正这样来钱 快就借呗 也无所谓 我也没操作 我也没干嘛 就借给别人了 但是这样子其实已经构成了帮信罪 已经是同伙了 对 没错 不光光只是电话卡和银行卡 同时只要具有结算功能的网络账户 所有具有付款功能的账户 出租出借出售都会被打击 刚才一说这个我才突然间明白 因为我刚刚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什么样的人才会受骗 因为我老觉得我们应该不可能会受骗 多嘛 然后年轻女性的话 有很大部分是大学生 她们是想找兼职是不是 然后她们就容易受这类型电信罩骗 很多小学生也有被骗的 小学生被骗 因为暑假嘛 然后玩各种游戏 她要购买各种的网络账号跟皮肤 那么嫌疑人她就会上面发广告 说你只需要一折两折 就可以购买某某某某某某什么经典皮肤 她就会来加 加了以后呢 嫌疑人就会跟她说你多大了 她就会说我多大了 可能才小学 她说那不行 这必须成年人才能买 你最好把你妈妈的手机 或者你爸爸的手机拿过来买 就可以购买了 而且很便宜 对 跟我一块编哥那哥们儿 我们差不多下午编的 编的哥没编一半 她已经被她儿子那个损失好几千了 是的 是的 而且我为什么说她性质很恶劣的 就是你用她这个妈妈的爸爸手机以后 她会要她扫一个二维码 扫了以后她就会上面显示 您的支付宝或者微信账号 已受什么控制 嫌疑人就会威胁她 威胁小朋友 她就会说你现在已经违法了 你必须要马上给我打保证金 我给你解开 不然的话你的母亲也会受到年代的法律责任 你不要告诉你母亲 也不要告诉你父亲 太坏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以后 她的父母可能某一次支付的时候 发现少了几万块钱 然后她在问孩子 实际上是父母帮孩子打电话报警 孩子在旁边哭哭啼啼的讲 我们实际上心里也很难受 因为心理阴影 对 心理阴影 实际上这种